像这样使用厕所后 应该先盖上马桶盖再冲水 可以减少含有病毒的气溶胶颗粒污染空间 台北市长柯文哲就呼吁民众 这段时间尽量先盖再冲水 到公厕乳厕也要戴好口罩请洗手 预防沾染粪便中残留的病毒RNA 事实上我们在研究 一般我们冲马桶的时候一按下去 其实那我看不到喷雾会上来 所以有个概念 在这段时间使用厕所 应该是马桶盖先盖上去才冲水 这样才可以减少含有病毒的气溶胶颗粒污染空间 当然有人讲说很多公共厕所也不是冲水 那不是那种坐式的马桶 那根本就是敦式的 那根本也没有马桶盖 所以结论是 上公共厕所 你知道口罩戴好 还有 这个手有摸过 你知道 出来洗手 所以 戴口罩勤洗手 这还是一个重点 不过为了要减少这种感染的可能性 如果有使用坐式马桶的 请先盖好马桶盖 再冲水 那如果是 如果是敦式的 那更要把口罩戴好 那不管怎么样 洗手还是很重要 因为台北市的污水下水道做过36次检测 有三次找到病毒RNA 因滤锅型病毒会在污水存活 柯文哲就怕厕所变成感染源 所以台北市的公厕会每两小时消毒一次 并依照场所特性 于美日人流开始聚集前完成第一次清销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